地图的概念 还有了解整个这个今天的现况之后 我就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那你觉得呢 接下来联合国尴尬了 联合国会怎么做 国际间这么多谴责的声音 那中国大陆在这里也有400多人 然后上次有一个人 有一名这个观察员死亡 还不止如此 在10月10号 他同步空袭了贝鲁特市中心 上百死伤 177人受伤 22死 那这次袭击的目标 说是这个 真主党的高层萨法 那他是已故领袖纳斯拉勒的联金 但是他逃过一劫 那这个南部 另外一头你看到 他专门去炸那些急救人员 到此刻为止 去年10月到现在 在当地的统计 有上百名的救难人员 在救难当中丧生 那这个部分救援部队 当地的人讲 就是专门打击的目标 针对红十四会 民防部队 消防员等等 所有遭袭击的中心周围内部 并没有军事目标 亮哥怎么看 不 以色列早就这样干 在加沙 联合国志工 不知道死多少人 对不对 那因为联合国有五常嘛 那以色列是叫小常嘛 所以五加一啦 那他这个小常可以指挥美国这个大常嘛 所以美国永远都帮他行使否决啊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联合国的悲剧啦 因为五常毕竟都还是大国 他会克制自己的行为 以色列根本就不管啊 那美国是全部都帮他背黑锅 全部没有例外 我跟你讲啊 这个还是要回到 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本质啦 他的本质就是 我们讲英文叫Settlers Colonialism 屯肯者的殖民主义啦 事实上你如果去看1948年 独立战争的时候 以色列第一批移民 他的几个国父啊 所画的他的边界图啊 都是远远超过他目前的领土范围 所以他本来就是透过每一次的战争 然后把领土扩大 那都是先派囤肯区囤肯者去嘛 那他就不断号召全世界的犹太人回来啊 那越往回来的就是比较穷的啦 比如说现在以色列北区的囤肯者 都是从苏联来的啊 所以他们比较穷嘛 那比较穷那就分土地给你啊 让你去开发啊 那这些人因为穷啊 又在比较艰困地方 然后黎巴嫩跟那个地方常常交火嘛 因为有人统计啊 从2006维和部队派过来之后 一直到2023年啊 黎巴嫩跟以色列北部 总共交火9500次 所以这个维和部队 以色列本来就认为 根本就是无能到家啦 而且搞了半天 离南整个都被珍珠党控制 所以以色列本来早就想 说你这个维和部队离开了 我自己来 他本来有这个意思 那我跟你讲为什么是离南 而且为什么是利塔尼 利塔尼河啊 我跟你讲啊 中东地区的战争 其实有很多都是水资源的争夺战 利塔尼河啊 你知道黎巴嫩这个地方 是整个中东地区 雨量最多的地方啊 他是风雨之地啊 那利塔尼河以南这整个流域啊 他的雨量是以色列的一半 这么小一个地方 就相当于以色列水资源的一半 而且以色列的水资源 大部分都是从越南河西岸 从加沙 抢来的啦 哥兰高地啦 他自己的本土 那块土地 极端缺乏水资源 所以我跟你讲 他绝对不是只为了缓冲区 对所以在美国的反对之下 这个以色列的士兵 已经去插旗了嘛 本来就是嘛 对 他要的就是水资源啊 我跟你讲 他不会讲啦 可是事实上 就是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叫囤肯者的殖民主义嘛 所以美国国务院的出来反对 也就是走个形式 做做样子嘛 安抚一下 美国的所有外交动作都是假的啦 只有军事动作是真的啦 那中国大陆 坦白说啦 中国大陆也不是当事人 你要叫他派兵也说不过去 可是中国大陆就要在外交 所有的场合做足啦 凸显你美国的不正义啦 就是这样啦 那这个太明显了 所以越来越多国家 尤其是穆斯林国家 就越来越讨厌美国嘛 所以很尴尬啊 刚刚地图上那一系列的那些维和部队 从现在开始就是龟缩在碉堡里是吧 我跟你讲那维和部队有一万人左右 有五十个国家耶 是啊 五十个国家 是啊 那清兵器而已 都是清兵器 我跟你讲维和部队没有在做交战的啦 对所以就夺好夺满这段时间嘛 对不对 大家各顾信任 不通常他就是在阻止 比如说有人硬床 他就为安一下 他的任务也仅此于此嘛 那以前是碰到凶悍的黎巴仁真主党 他没责啊 他现在碰到更凶悍的以色列 他也没责啊 就是这样啊 好 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各方谴责之下 以色列照样打完全不担心 那我让介大使再补一下啊 这个这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以色列 一方面去你看去炸维和部队 二方面打了这个小巴黎贝鲁特市中心 然后呢去打这个急救人员 然后另一头你看到这个以色列媒体自己 因为这场战争一年了 所以各方在反省 以色列自己的媒体也在反省 反省谁呢 虽然纳坦雅胡 他说以色列目前正在七战 七线交战 要对抗文明的敌人 但是另外一头以色列媒体登了一个报道 他们自己内部的统计 我相信因为以色列的报道嘛 总是可信的吧 黎巴仁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的飞弹跟火箭 总共多少次直接命中真的打中了呢 一千六百四十五次 过去以色列都说没事 结果以色列媒体的统计 这一年来被炸中了一千六百四十五次 所以认为这个以色列的防攻网是这个有问题的 认为以色列是过度自信了 那说以色列呢 被最初的胜利冲昏头 事实证明以色列斩首行动 没有破坏真主党的军事指挥体系 所以现在是怎么看 那接下来这个就算是七线开战 好像也是战无不克是吗 这个很难说 不过以色列事实上的话 他对这个黎巴嫩的这个攻势 他自己讲他是有限的军事行动 那他这里面其实他是靠打的就是打点 他基本上就是说 他这个 以他的情报的掌握 然后对这些 他所认定的真主党的军事设施 不管是阵地还是弹药库 还是他的这些高级指挥官的住所 他进行各种精准打击 像他打的贝鲁特 基本上他都是打他所认定 他情报收集的所谓的真主党 他们的据点 所以事实上的话 真主党事实上已经领导成 被他全部端光了 全部端光了 本来说这个 这个真主党的这个 继任的领导人 跟继任领导的 继任领导人 也都被他都被他消灭了 那可见就是说 以色列对于真主党的内部的渗透 这几十年下来 是非常非常的彻底 那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看起来真主党几乎是透明的 几乎是透明的 所以以色列是指哪打哪 然后他的打法的话 比如说我们说打几个联合国的目标 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你要看他在这个 他在这个加萨走廊 光联合国的这一些救难机构 被他打死 打伤的人有多少 还有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有一百一十三个 记者死亡 他有在乎吗 而且他真的要打的时候 学校医院通通打 所以真的叫比较起来 这次打黎巴嫩 算是真的他是一个 他真的文明很多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